怪人 被唱是怪人 朱立倫上許巧欣的YT節目 得第一 玩小遊戲 他行嗎 抖音 焦波塊 回美喔 猜題很認真 但這都不重要 關鍵的是透過節目 喚起大家記憶 然後最後還有一句話 我準備好了 喔 當過桃園市長 還藏調準備好 是在預告什麼嗎 市長最近在聽什麼歌 嗯 太陽 太陽 為什麼要聽太陽 因為記憶太陽很大 好 這個有一點什麼政治意味 對 我是太陽 在你的心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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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遠的 創太陽也被聯想 是要當國民黨太陽 而另外一顆太陽 也開始積極備戰 淡黃書 所以我就今天想說 未來做做看 跟李彥秀 柯志恩合作影片 更刻意地說了這句話 什麼叫做 調和頂賴 是 為什麼 所有大老師都要這麼政治 還特別跟林維周拍健身影片 江啟臣開始拉攏黨內幹部 而朱立倫找年輕議員 主席選戰開始備戰 但搶人大戰 早已開大 從黨高層 李乾隆 李彥秀 柯志恩 這些原本都是朱立倫人馬 未來朱江一戰 他們勢必面臨選哪邊戰 他們三位喔 應該雖然現在是在黨中央幫 黨服務 現在主席江啟臣 但他們跟朱立倫應該都保持 非常好的關係 跟主席有不同的階段 那這個階段 大家都全力支持江啟臣 但明年五月份 重新選舉 會有新的氛圍出現 我覺得這三位 他們自己會做出決定 說的明白 不是不選 只是時間未到 國民黨主席爭奪戰前 恐怕先上演 搶人戲馬